食物经过消化,分解成细小,而且可用的分子之后,就会被吸收,进入身体的循环系统。 这个吸收过程,主要在回墙里面进行的。 在回墙的内壁,有成千上万手指状的突出物,这些突出物叫做绒毛。 每条绒毛的中央部分,有一条乳尾管,而乳尾管就由微血管网包围。 水溶性的食物分子,例如单糖、氨基酸、矿物质和水溶性维生素,例如维生素C,会经扩散和主动转运,穿过绒毛壁,吸收进入微血管。 由于食物分子被吸收,回墙里面物质的水势因此会上升。 于是,水就经渗透进入微血管。 另一方面,脂肪酸和金油会经扩散进入绒毛上皮细胞。 在上皮细胞里面,它们会重新合成为脂质微滴,然后吸收入乳尾管。 除了脂质之外,脂溶性维生素,例如维生素A和D,也会被吸收入乳尾管。 在乳尾管里面的脂质和脂溶性维生素,之后就会被运送到主淋巴管,最后进入血液循环。 storyная exploration. 集an 集pan 集nt 集an 集ran 集ran 集ran